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的问题 有惊无险 我认为香港人民就是要趁热打铁 要实质性的推进普选 现在提出的五条都是很具体 很事务性的要求 都可以跟林郑月娥和港府随时展开谈判 但是这个不是中级目标 中级目标你们要在制度上落实 邓小平40年前承诺的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 你要怎么样港人治港 就是香港人的家务事 由香港人自己说了算 只要不违反外交和军事上的一些 在国防上的一些条条框框 在外交和国防一国一制这个条件下 注意在外交和国防上 香港人民已经把这个权力上缴给中央政府了 其他的所有的权力 任何权力 包括私有财产权啊 包括怎么创业啊 怎么跟你老婆商量生孩子啊 对吧 很多绝大多数的生活的内容 中央政府是不能管的 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本质 那么你们自己要选一个你们自己信赖的领导人出来 叫港人治港 现在的状况林郑月娥呢 它是一种 他是一种这个港间治国 他不为你们香港人民说话 他不代表你们的利益 他要看着习近平的脸色行事 这个当然是直接导致现在这个冲突得不得解决 这就是根本的原因 那么这个我认为呢 现在还在熬战之中 所以我在外边旅行啊 就没怎么讲香港问题 很多人对我不满 私下来信让我讲香港问题 我看了看啊 唯一的值得一讲的呢 就是这个美国因素 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啊 这个美国因素在香港问题当中加重了 本来啊 本来美国人民是 本来是美国政府 美国人民是顾不上香港的啊 美国人民有美国人民的麻烦事 他忙得很顾不上香港的问题 可是中国的官媒啊 不断的在叫嚣一种阴谋论 说香港这孩子们在大江 之所以不回家 就是因为海外敌对势力 就是美国CIA和台湾的蔡英文 给他们删起来的 这当然是无济之谈吧 但是中国啊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宣传机器啊 他习惯于用这种不动脑子 就胡说八道 给中国人民灌屎呢 中国的新华社央视 人民日报 黄金日报 给中国人民灌 脑袋灌屎啊 就跟郭文贵 一号坦克猫 给他们的听众灌屎 是一文一样的啊 完全他妈不动脑子 川普本来啊 就是在香港起事 这几个月以来啊 川普就没顾上 很少发推 结果最近这个事呢 不知怎么搞的 老人家已经注意上了啊 川普这他差不多 这几天也 我离开华盛顿一来吧 这就几乎天天发好几个推 讲香港的这个问题 就对香港问题发出一些 非常有挑战性 非常有刺激性 惹人议论的那些观点 观点有很多是政治不正确啊 你比如说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 他就说香港人民上街上去示威 他说那是动乱 英文叫riots 啊这是这个咱们中国人 对于动乱这个词 是非常敏感的 一说动乱那就可以抓起来 你是犯罪分子 啊现在最新的中共的 这个定性 给香港人民的定性 是恐怖分子啊 恐怖注意分子 这纯粹扯淡了 恐怖注意分子 是美国人发明了 给阿拉伯人的啊 阿拉伯人要 他跟以色列人不对付啊 这美国当然了 后来这个对美国介入 最后是吃力不讨好 八一冲突没有解决 美国人他妈 惹恼了 呃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阿拉伯人啊 所以这就发生了 2001年9月11号的 呃 恐怖分子轰炸美国 这下把美国惹毛了啊 其实在这之前 美国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啊 吃力不讨好 这也很伤心 回头一看他妈 你美国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客 都是我他妈 费这么大劲 帮你们 撮合你们 让你让你谈判 让你和平解决 让你像个人一样的谈判 你们做不到 你还 你还把我这中间人给恨上了啊 所以现在美国的一边倒的倒向了这个 以色列这边啊 呃 那就 那就是这个 所以才出来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词 那为了打击那个 那些人吧 那当然扣一个非常难听的词吧 呃 恶心的词 并且是没有人敢给恐怖主义分子辩护的词啊 这么一个词 那打击起来多顺手啊 所以小布什就打仗嘛 那不扯美国的政治啊 回头说香港人民 那你现在人民日报 或者是这个港澳啊 中共是是是国务院港澳办公厅吧 办公室 那个那个发言人 那小伙子长得也挺帅的啊 普通话也挺标准 讲的全是屁话呀 啊 说香港 这个抗议群众啊 这是恐怖主义 这他妈完全扯淡了 有什么恐怖啊 香港人民还是挺安静的 没有说无故打人 无故把你家的房子给你炸了 把无故人民给炸死 哪有这样的事啊 这不是扯淡吗 当然了 中共要想污蔑一个人啊 要想打击一个人的话呢 他这个用词是极其考究 他认真考 认真琢磨出来了 这就是给美国 给川普 量身定做 他一说我要打击恐怖主义分子 你川普 你怎么说啊 你能反对我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吗 所以他是想这么弄啊 这条路 这条路在今天啊 互联网革命时代 绝对走不通 那还有这么多明白人呢 我跟你讲啊 我这几天在外旅游啊 我见人就问一下 我感兴趣的问题 美国人民啊 不傻 美国人民 绝大多数人民 发现川普总统说错了话 办错了事 立即就反对他 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说他这个作为一个总统呢 他有当然有言论自由啊 川普可能是历任总统当中 说话最随意的 他他妈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用词不考究 他就是 他就表现这种粗放的一种风格 这是他的执政风格 他就是靠这一招赢了这个总统大选 那么他在竞选当中有效 他认为在执政当中也有效 其实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真的有效 还真得做个实验 科学家讲究说话 要有证据说话 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 假如说香港这个事 川普说他们是动乱 如果习近平是个二杆子 真以为是 美国总统都说香港是动乱了 那就是1989年 30年前邓小平 就是因为 人民日报426社论 给北京学生扣了一个动乱的帽子 就导致六四镇压 我也六四镇压 我也血洗香港 我派野战部队到香港街头 那不完蛋了吗 那习近平绝对成为 历史的罪人的 那就跟邓小平齐名了 邓小平第二了 那就是在香港重演六四 我相信习近平不敢 习近平周围的那些利益集团 也不允许他这么做 那些人会算账啊 你习近平是个二杆子 你不会算账对吧 习近平也未必不会算账啊 所以我认为啊 这是个伪命题 说什么香港戒严 管贵这狗糙的 8月1号造谣说 香港要戒严 8月4号戒严 结果怎么着啊 十几天过去了 也没戒严嘛 现在这个状态是胶着状态 共产党呢 在用一些传统流氓的做法 注意啊 200年前的老流氓就这么干 试图想办法嘛 通过派自己的人去假装抗议人士 然后呢 打不顾群众 然后一撤身 拍一些照 装电子上一拨 一看看 香港都是暴徒 都是恐怖主义分子 他用这种办法 这个办法呢 过去啊 这些流氓 像希特勒呀 包括日本人也这么干过啊 中国呢 政治斗争就 更用的就更多了啊 这个在过去 行之有效 今天 嗯 根本走不通啊 今天最新揭露的就是一个 叫傅什么来着 那家伙啊 就是说 号称是 他自称是 啊 傅浩志 还是什么的 自称是 环球时报的一个记者 但是呢 到香港去采访 按照国际行规 你一个记者 你可以到战场上 到运装中去采访 但是你要挂一个记者证 告诉所有人 我是记者 你应该给我提供方便 这个是行规 这老兄记者证揣到怀里 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说的话都是挑衅性的啊 都是那种刺激性的 最后被人家抓出来了 查出来是特务 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的记者 尤其是派外的记者 百分之百是国安部的人 知道吗 他有两个身份 那他有的是 他人民日报 这环球时报办公室 从来见不到他上班 他在安全部上班 你知道吗 这个老兄就是这么一个身份 香港那个地方啊 这个斗争的双方 有太多的特务了 那是个特务无二啊 那我 中共自己有各条战线上的特务 有的特务是宣传战线上的 有的特务是军情的 有的特务是 中国人民对外有协的 有的特务是他妈的 这个国安部的 国保的 各个省里还有特务 那特务多得很 很多特务是支持学生的 特务搞特务 那一抓一个准啊 所以香港人民抓这个 环球时报的这个记者啊 假冒牌记者啊 当然也不能说他是冒牌 他确实有 所有的手续 你一查 环球时报都有 都有 但是他确实是国安全部的 他任务不是为了写稿子啊 他就是挑事去 这小子显然是受到 安全部的指派 到那去制造一个假象 制造一个人民群众是 恐怖分子的假象 然后还带着摄像机啊 拍的那么好 打他他也还笑眯眯的 就是演戏嘛 很眼尖的群众 一看这他妈的 这他自己演戏 就是为了制造 这六四是用的非常成熟了 啊 戒严部队六四 我过去讲过啊 我们山东老乡 刘国庚烈士 烈士打引号啊 刘国庚烈士 这个后来 平报结束之后 被 被这个 授予 所谓共和国烈士 现在这个词 大家都不提了啊 他的父母也都是 我们山东烟台的农村人 这个这个人呢 跟着戒严部队 在这个长安街上 往东推进 朝着天安门广场的方向 结果就死在 还没到六五口 大概一两百米的地方 六月四号早晨 等我赶到天安门广场 赶到长安街的时候 我亲眼见到了 刘国庚的尸体 那个时候 他已经咽气了 被烧 被愤怒的群众 往上吐痰的 烧的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裤子 都已经烧掉了 一大半了 啊 那个上衣好像还在 裤子烧掉之后 这个大腿根 这个地方啊 你想阴谋烧烧没了 那个那个那个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工具还在啊 工具露着也不雅观啊 那么后来就有一个群众呢 拿了一个 当时北京长安街头的 这个垃圾桶的那个盖子 当时的垃圾桶是铁的 金属的 那盖子也是铁的 不怕烧 涂成绿颜色 就把那个东西盖到 他的这个 呃 就是身体的中间 那个地方 就是雅观一点嘛 呃 还在冒烟 那个时候一定 我判断啊 一定是有人 呃 就是发现他被晕 晕倒了 他呢 推进的时候 你想他那个装甲车 在长门街上推进 周围愤怒的群众呢 就朝着装甲车扔砖头 那有砖头 打这儿的话呢 肯定打晕了嘛 不一定致命 啊 群众 啊 手无寸铁的群众 对付这个 这个这个武装到牙齿的 解放军阶线部队 砖头啊 啤酒瓶啊 这些东西 打在头上呢 不至于致命 但是有可能会打晕了 所以这个刘哥哥就从 就从这个装甲车上跌下来 跌下来就跌到的路边 群众就开始往他身上 呃 肯定是打野踹 那本来已经晕了 那打的可能就打得更晕了 有人就早来汽油 泼上去点着了嘛 这一点着那就活不了了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他的这个 大腿根啊 烧的 因为这个人的皮肤一烧之后啊 他就崩崩紧 就跟塑料的一样 就不像肉色 有点反白 就是可能也稍个半熟吧 所以我看到的刘国庚 我亲眼见到1989年6月4号的 呃 上午啊 在那冒烟的那个刘国庚就这样 问题来了 这个问题我李永坎问过几次 没有人敢回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啊 我说刘国庚被打晕 跌落在这个街道上 他同车的战友为什么不救他呀 啊 这个战事之间讲究战友情 啊 战友受了伤或者 呃 牺牲了 一定要把他救伤 要把他救下来啊 如果他已经 已经去世 也要把尸体扛下来 有的时候为了抢战友的尸体 会牺牲更多战事的生命 但是 为了保持这个军纪啊 保持一种这个叫 Morale of the soldiers 呃 就保持这个战友之间的一种兄弟之情 超越一兄弟之情 同僧似公民运 一定要 给我抢回来 啊 这个是必须的 为什么在1989年6月4号的早晨 戒严部队不做这个事呢 啊 那么刘国庚的 呃 他的 他的这个长官 他的连长也好啊 我听说刘国庚是个副排长 还是个排长 还是个副连长 我忘了啊 他上面肯定还有连长啊 对吧 还有副连长啊 副营长 营长 团长 甚至啊 甚至副师长 这些人为什么不派个人把他救下来 这个问题怎么弄啊 对吧 后来的结局大家知道 那么戒严部队控制了北京长安街六部口 就是天明广场的这个西北角啊 西北角啊 大概离这五十米一百米的地方叫六部口 刘国庚 那个尸体离这六部口 也就是一百到两百米啊 我印象非常深 如果我回到北京 我感觉根据我的记忆 根据当时的那个长安街商路南侧 那些商店的情况 我还能找到那个位置啊 那个位置非常近 那戒严部队控制了六部口之后 他完全可以派一个小分队 去把刘国庚给我找到 就是就是如果是受伤把伤员弄回来 如果是死了把尸体给我抢回来 戒严部队故意不做 故意不做 那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宣传的假象 就是把刘国庚当成了一个宣传工具 就是让刘国庚的尸体 长期的躺在长安街的南侧 让市民糟蹋蹋 然后共军拍了 悄悄的拍了秘密设置人员 拍照录像 然后通过中央电视台 通过中共的这个宣传机器 向全国人民宣布 看到了吧 暴徒在虐待我们的尸体 虐待我们的士兵 毫无人性 那他们亲受侮辱 他们就是恐怖主义分子 1989年 恐怖主义分子 这个这个词语作为一个政治术语 还没有被发明 所以那个时候 共产党想不到管他们叫 恐怖主义分子 只能说打砸抢分子 打砸抢烧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术语 这是 这是真实发生的 所以最后的结局 刘国庚的尸体 知道他的命运吧 刘国庚的尸体因为 他的戒严部队的战友 根本就不管 所以到1989年6月5号 6号的时候 北京6月份非常热呀 一个人死之后 你要说一天这个肚子就胀了 胀的这么大 像啤酒桶一样 所以有耗石之徒呢 就把刘国庚的尸体 拖到了路中间 长安街的路中间 那个地方停着一辆 被烧毁的北京市公共汽车 玻璃也都砸碎了 有人就把这个刘国庚啊 这个脖子上缠个绳子 把它吊在这个 吊在这个 被烧毁的北京市公共汽车 那个那一侧 应该是朝南的那一侧吧 又吊了几个小时 那肚子更大了 这个时候呢 一看戒严部队 仍然不来抢尸体 这完全是在戒严部队的 眼皮子底下做的事 戒严部队置之不理 就是让这个事情进一步恶化 那么人群当中总有胆大的 总有这个好事之徒 总有道德底线 比较低的人 他就会做这个事 最后他能把刀子 就看着这个 刘国庚的这个尸体的这个肚子 长得像个皮球一样 他能把刀子 啪啦撒住一样 扑撕一下 扑一下 这就是刘国庚最后的结局 肠子肚子全爆出来了 你可想而知有多么的臭 这整个镜头 完全被戒严部队宣传干事 给拍下来了 最后 大家可能有些人 在中央电视台 这个宣教片里看到了 就是说这个 北京的学生是多么的野蛮 多么的这个恐怖 多么的暴力 这其实完全可以制止 建议部队不制止 建议部队需要这个东西做宣传材料 现在 现在 中共 中共的这个宣传机器 包括网上这些五毛啊 包括一号坦克帽也都在干这个活 就是想办法朝着这个方面去塑造 说香港这些抗议的学生呢 都是炮兔 都是什么恐怖分子 现在还有一个新词 叫什么来着 类似 杂子这么个意思吧 反正就说 没有一个好词 就给你扣在 这个大帽子扣在 这香港年轻人的头上了 就开始攻击 攻击这个名词 其实他攻击的那个名词 那个概念和 真正在大街上 你看到的香港人 完全对不上号 我们看到的香港人 是高度文明的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医护人员 去为了救别人 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年轻女士 为了救别人 自己的眼睛 被那个沙袋弹打中 眼球大爆裂 这个人可能就瞎了一只眼 就是这个眼 就是就给警察给打 我们都看到了 就都看到了 还有那个年轻人 被这个警察摁到地上 牙齿都碰掉了 这个都是和平理性 非常理智的信念 我们看到了这个年轻人 大概就是中学生吧 举着牌子 中英文都写着 对不起 就在这个 占领机场的过程中 给乘客造成了不便 实在对不起 我们现在是搞这个叫 Civil Disabilities 就是一种 文明的 这个 不合作运动 这个 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因为香港病了 Hong Kong is sick 香港有病 我们试图想办法呢 唤醒世人的注意 帮助我们把香港治好 就是在那道歉 鞠着个工 这个非常文明 能够将心比心 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事情 起码给想离开香港的那些乘客 造成了巨大的不方便 可能有的人的行程 可能就得被迫更改 其他的事情都得重新安排 这肯定是这样的 而且造成的经济损失 我看有人在算账 说香港的机场一天 停顿一天的话 损失多少个亿 那肯定是这样的 香港机场的这个非常繁忙的 号称是世界第七大繁忙的 这个国际机场 当然是这样啊 但是学生在道歉的时候 香港的最高领导人干嘛呢 林郑月娥在干什么呀 林郑月娥你做了什么努力呀 你没做嘛 对吧 真正需要 需要出来道歉的是 香港的这些最高行政长官 结果他们的道德意识 还没有这些孩子们高嘛 那这些东西 为什么大陆不敢报啊 为什么不报一报啊 而且 中共这个宣传机器呢 它都是一个这个双刃剑啊 它能够忽悠一些人呢 另一些人就可以上来说 所以现在听说大陆 有些人要求说 8月18号要上街 要支持香港警察 要支持香港警察 要上街 这一下共产党就害怕了 那共产党怎么能让中国人民上街啊 虽然说中国的宪法里也写着 上街自由啊 可以游行自由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 坚决不让你们上街游行的 回到我原来说那句话呀 香港现在 香港的这个人民听了李文官的说教 我认为应该趁热打铁 千万不能停下来 千万不能够误信了胡平啊 这些人的这种与辅之论 什么见好九首哪有好啊 现在呢 从中央的这个对策来看的 中央是没有决心 没有毅力 没有这个胆量 要这个军管的 戒严不可能啊 说这个派野战部队上北上这个香港街头啊 不可能啊 有人问了说这个有驻港部队啊 驻港部队随时可以调用吗 这个驻港部队大家应该这个要要非常清楚啊 驻港部队啊 他当时之所以 在这个一开始就允许他住呢 是受严格的法律的制约的 就是说他是有条件的 驻港部队在那没事就在那看家 嗯 什么时候有用啊 就是香港遭遇外国入侵的时候 这个外国可以是周边国家啊 对吧 他毕竟还有离得很近的国家吧 或者是像国际上的霸权国家啊 那种超级大国要想占领香港啊 军事占领 那这个中国的驻港部队 这就是他的唯一的任务 其他没有任务 那么至于说香港人民 人民对于这个政务官啊 像林郑月哥这样的不满 这属于家伙事啊 这属于家伙事 就好像你家雇一个保镖啊 这个保镖平时你养着他 给他发工资 吃得好好的 每天锻炼啊 身强力壮 那么你这个保镖任务 就是说有外人打你的时候 你你帮着去打仗啊 如果是家里自己人打起来的话 那个保镖没用的 你你帮谁啊 帮谁都不对 所以这个驻港部队 不能够介入香港人民的内部事务 这个是有严格明确的法律规定 这个是在应该是写在香港基本法里面 所以这个驻港部队 如果说这个习近平 悍然调动 或者说下令 命令驻港部队 这个去采取镇压的话 我认为 驻港部队的领导都不一定 执行他这个命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命令是非法的 违法 违背法 这个所有人都知道 驻港部队的这个指控案 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他如果执行了这个非法的命令之后 那责任他要担 他要承担责任 他不执行的话 可能暂时受点惩罚 但是最终是能翻过来的 因为大家对香港的法治 这个司法独立 是有信心的 这就是香港的独特的魅力所在 香港有很多 这个魅力啊 他的独立的法治 就是审个官司的话呢 他能拿出一个比较接近公正的结果啊 这个在中国大陆是完全不存在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嘛 那么香港不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法院 这回事啊 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 每一个香港人民 都有很高的这个法律意识 包括香港啊 这个驻军的领导 所以第一我认为习近平 没有这个胆量和魄力去下这个命令 习近平自己也知道是非法的 那么当然了 好多领导人知道这个事非法 他一定要干 尼克松干了 这个这个克林队也干了 很多人都干啊 有个前提 他假设这个事能盖住 他能他能掌握的权力 能控制住的话 他可以做 要控制不住的话 他做了 这不是这不是比自己惹麻烦 所以习近平我认为他不可能下令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真正下的令 香港的这个驻军 不一定听他的指挥 有可能会掉转枪口 那不更麻烦吗 对吧 所以说我认为军管香港不太可能啊 可能性非常小 当然了 现在最新的这个这个这个进展呢 是川普啊 对香港问题非常感兴趣 这他妈惹麻烦了 香港这个川普都不怎么谈贸易战的问题了 他就是谈的香港问题 天天表扬习近平 说习近平是个伟大的领袖 说习近平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 这他妈的这他妈不是这肯定是黄鼠狼给给击败年没眼好心吗 习近平也知道他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这个尊重 中国人民都笑话他把他当猪头 把他当包子 把他当傻逼 小学博士 这是个笑话 所以习近平每年拨的这个维稳经费是历史上创了新高 每年比每年比前一年都是更高的这个维稳经费 为什么呀 就是巩固自己的政权嘛 他没有任何民意基础 习近平跟川普完全不一样 川普今天说大话 我刚才看了一个今天一大早发的 说建议习近平到香港直接去接见学生 跟学生聊一聊 你说这个川普啊 这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当然这个川普这老小子啊 是一个谈判高手 也是个忽悠大师 他玩这个他的智力 包括他的体力啊 川普的体力 我看起来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一个七十岁岁老头 一个六十岁岁老头 两人站在一起 你就发现川普他妈的这个身体状况 比习近平高得多 比习近平健康 而且这个头脑的反应的这个这个灵敏程度啊 还是一个正正常智力水平 习近平连他的正常智力的一半都没有了 要不是说什么通商宽医啊 这种词都出来了吧 什么疯狂宇宙对吧 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智力啊 或者他的脑 脑活动状态 已经处于这个叫Alzheimer disease的前期了 就是老年痴呆症已经开始了 川普好像还没有 川普这老小子都是 他要说 比如他说香港的这个 这个抗议的年轻人 是这个 是这个动乱 这他妈故意说的 这是说 说给习近平的 因为习近平爱听这样的话 现在看来习近平也他妈的不一定真的爱听 习近平没把川普当朋友 虽然反复的说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啊 搞好中美关系啊 那个川普呢 也反复的说 习近平是我的老朋友 是我的好朋友 我认为他是个伟大的领袖 Great leader 受到中国人民的这个 这个高度的这个尊敬 尊敬该屁啊 但是 习近平在内心里面 对于川普讲的话 他一定是从反着理解 所以这个呢 川普想在这个香港问题上呢 施加点影响 其实在中国的政治证券里边 这个是无路可走的 因为习近平的标准话 就是说 不管怎么说 香港人民啊 对林郑月娥女士不满 是我们的家务事 是我们中国的内政 你川普老小子 你算什么呀 你算什么呀 你凭什么意乱 这是政治正确 习近平只能这么说 习近平不可能说 哎呀 川普啊 你来一趟 帮帮我一个忙 咱俩到香港找个地儿 一块 跟你斡旋 我跟香港的人民谈一谈 那怎么可能呢 这不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倒过来 一个民主国家 是可以做到这一步的 或者说是一个皇权国家 如果是咱们中国 现在是中华 习近平帝国 那可以 习近平一声令下 老子精力不够了 情况太复杂了 我请川普来做个见证人 请香港的这个年轻人 你们派个代表 你选几个代表了 我谈一谈啊 咱们这个会议记录呢 公布 向世界公布 请川普总统做个见证人 做第三方 他可以不发言 但是呢 他要见证我 习近平 作为中国的皇帝 和香港的臣民之间的这个对话 如果咱们谈出的是什么结果的话呢 这个结果要向全世界人民公布 以正视听 皇权国家是可以的 在共产党国家没有这个先例 共产党国家呢 他老说 这是我们的内政 我们的内政 就是我们关系门 大孩子和你没关系 这个共产党一贯如此啊 所以 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啊 所以我认为呢 香港啊 有惊无险 香港人民呢 一定要趁热打铁 继续往前推进 现在啊 光这个街头的年轻人呢 他们做出的牺牲已经非常大了 可歌可泣 他们坚持的这么多天 在这么热的气候之下 他们所忍受的这种 身体上的这种折磨呀 已经远远超出了三十年前 在那个春夏之交 舒舒服服的这个天气里边 所发生的北京 1989年的雪潮 远远超出了他们啊 所以 他们是 走在了中华民族 前进的前沿 我们每一个中国大陆人 应该想尽一切办法 创造性的 去帮助他们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 出于本能的道义吧 香港也许是突破 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一个 一个 就像 一个突破口一样 我们都要想办法去 帮助他要认识到这一点 那这个 也可能是 我总结了两句话嘛 第一句话就说 香港人民现在争取的 就是四十年前 邓小平亲口承诺的东西 一点也不多 一点也不少 那些五毛傻逼呢 这四十年中长大的傻逼 吃着共产党的这个 宣传的死尿 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呢 狗屁不懂 他不知道邓小平承诺的那个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 这四句话的意思 这四句话按说 邓小平作为一个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 他能讲出来 没有任何歧义 后来这些共产党 为屎灌出来的这些小粉红 这些傻逼年轻人 现在的啊 故意搅浑水 那就是良心打打地坏了 这些活该他们在中国 吃地沟油 活该他们的下一代 打那个假疫苗 这没办法 你知道吗 上帝都救不了你们 你们已经吃共产党的 这个地沟油啊 这个你上瘾了 那没办法啊 香港人民不愿意啊 香港人民不愿意过 你们那样的生活 人家愿意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还有一些傻逼 说哎呀 香港之所以就今天 一种大失误 就是没有所谓走那个 去殖民化啊 有这么一个词 叫去殖民化 放他妈的屁 啊 这个殖民化啊 这是个老词啊 这个是很老很老的一个概念 有100多年 200年的概念 这个殖民化这件事啊 走到1960年代的时候 英国早就洗心革面立地成佛了 啊 就是英国后来 就是管香港这个事啊 做了很多善事啊 培养了现在香港这些年轻人的父母 他们的爷爷啊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爷爷 很多人发自内心的觉得 英国这个制度好 啊 我们他妈的更认同这个东西 我们是没有机会 有机会我们拿个英国护照 干脆去英国住吧 啊 这个 今天 从60年代软眼50多年过去了 还在讲 还在把这个殖民化当成一个坏词来讲 这是脱离了时空了 正确的说法 换一个说法啊 同样是这个事 实际上就是英国人在这统治了 殖民统治了这100多年 给香港人民留下了普世价值 这是全世界各国增先恐后 要自己流血流流去争取的东西 香港人 得来全部费功夫 当然是 这一代年轻人 他们的先辈啊 享受了这个普世价值的 统治 统治这个词也不太好啊 就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 全民共约 那香港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今天 在中国想推广民主化 首先要有普世价值的共识 你不能让郭文贵这样的狗糙的 一个臭流氓来统治我们啊 对吧 你不能让共产党这些 他妈的操纵舆论 天天撒谎的人来进一步 愚弄我们的下一代啊 这必须要结束 这个状态 那个共产党的这些 歪门邪道弄的这些忽悠人啊 就是骗这些 这个这个 小粉红下一代 中国大陆的这些 吃屎的这些人啊 也慢慢的啊 走到头了 我认为啊 从现在这个被揭穿的 这个速度来看啊 共产党要想指望控制舆论 把中国人民都弄成傻皮渔民 然后突然啊 用军事的手段 解决香港问题 甚至指望将来 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吃心脏想 这个绝对行不通 直到有一天 共产党当然不会 不到黄河不死心 他一定会试 直到有一天 中国大陆人 足够的人数觉醒了 起来反抗 结肝起义 推翻共产党 把共产党的高铁给他炸了 把共产党的电缆给他砍断 把共产党的这个 监视的那个气 全给他砸烂了 全民暴动 占领各地的公安局 占领各地的收费站 占领各地的地方政府 然后宣布脱离中央政府 然后呼吁全国 召开立宪会议 请咱们中国民间的高人 懂这个普世价值的 懂这个美式宪法的 懂这个香港法事的人 坐下来 给中国人搞一套 全新的宪法 帮中国走上一条 宪政民主的道路 我相信这一天随时会来到 就看你还能忍多久 现在反正川普这个贸易战 再加上这个金融战 货币战 中国的经济绝对 不会有好果子吃 这是说能不能把房市给拖垮 让那些防奴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再反抗 不知道 中国人民的忍耐度是比较大的 当然也不好说 一般来讲是说 中国人民的忍耐度也很大 但是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 北京有一个开 劳斯莱斯的一个女士 好像也挺漂亮的 姓善 后来说叫姓善 那个女的是开这个豪车 非要站着那个 一个医院的一个紧急通道 那个地方 那个道 他站那个道 是过那个救护车的 谁都不能拦那个道 警车都不能拦那个道 你得让救命嘛 他就拦着了 结果被拍下来做什么视频 那个人呢 你想他开那么好的车 他不缺钱 他就是脾气暴躁 不是一般人的暴躁 就是脾气极其暴躁 已经接近于精神崩溃状态 我过去在生活当中 也碰到过这样的人 我是深深的领教了 这个独生子女 这一代当中 有一些人 这个脾气非常不好 就是非理智 这样的人 有一定的比例的话 也容易导致社会会失序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 因为他完全不理智 他完全 换句话讲 他完全没有恐惧感 这样的事 共产党也难对付 不知道将来 用一个什么东西 触发了共产党的灭亡 但是我相信这一天 随时会来到 今天是8月15号 咱们要不先讲到这 有问题 请大家刷屏 1号的东西没人看了吧 1号还天天拿我 拿我这个做标题 做视频 没什么意思 讲的全是胡说八道 1号就是给他的听众 喂大粪 喂食 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吧 比如他 他最前两天啊 我这个出游之前 我看他做了个视频 他说 郭文贵的律师 跟江涛 会晤 结成了这个大理洪宽联盟 这在美国啊 在美国 基本常识 美国的律师 他的最基本道德 number one 就是只能跟你的客户 谈你的案子 绝对不可以跟任何其他人 谈这个案子 比如说郭文贵雇了个律师 郭文贵雇这个律师 绝无可能 百分之零的可能性 跟其他人 谈这个案子 所以他绝无可能 跟江涛见面 更不可能跟江涛 讨论任何东西 这是他的基本道德 因为 因为这个一号 这老兄呢 没在美国生活过 他完全不懂啊 完全不懂 他就敢胡说八道 这个有美国生活经验的人啊 应该是 一眼就看穿 但现在有一个加拿大人 黄河边 高冰晨 高度表扬他 有一个德国人 革命烈士 不是革命烈士 就是 郁罗克的妹妹 亲妹妹 郁罗锦 七十岁老太太了 就是疯狂崇拜 这个一号 这都是在美国之外的人啊 对于美国法律 基本常识不懂 狗屁不懂 但是 他们爱吃一号的事 他们就吃吧 我是懒得大理这些人了 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该点破的都点破了 他们不听 他们觉得一号是他的战友 是他的导师啊 那好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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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吧 玩吧 我们正在举报 江涛 这个 冒领美国残疾人 福利这个事啊 很快就有结果 江涛现在是假冒残疾人 在我马里安州领福利 这个 他其实 他说是耳聋 你看他上赵岩的节目 他耳聋吗 我是在法庭啊 在佛吉尼亚的联邦法庭 亲眼见到他 旁听夏宜良的这个 这个庭审啊 他没有 他没有带助听器啊 他没有带助听器 江涛只在一个场合带助听器 那这个场合 大家能猜出来吗 就是他因为跟 戴米打官司 他只在那个场合带助听器 他向那个法庭请求 法庭呢 用残疾人的待遇 来来来对待他 就是法庭要 因为一个一个残疾人打官司的话 要要有些额外的安排 那他请求了那个 所以说他跟戴米打官司的时候呢 出庭他就是装装样子带个 助听器 他其他任何展合 都不带助听器 这是不是值得怀疑啊 说明他听力没问题嘛 在美国 你要是能拿到这个残疾人福利 这不得了啊 停车都非常优惠啊 有一个残疾人专用的停车区 在停车场里 那是最好的位置 给他们用 一般人 一般人 你没有这个残疾人福利 资格的话 你停那 你吃罚蛋很狠 罚得很厉害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江涛现在啊 还这个 我看这个 赵岩节目 让他自己在那说 他是法庭工作人员 这个西诺也给他 义务做宣传 说江涛是法庭工作人员 完全谎言 完全造假 完全不可 不可信 好 今天呢 咱们先讲到这 我是李洪宽 8月15号 盛夏 仍然是盛夏 谢谢大家 我喝酒去了 再见啊